我們我們中華館無法教 舉辦我們尋中走讀彰化文學故事 這是我們彰化文學影像地圖第一集的出版 那這一個書也是我們為了推動彰化建縣三百年 我們中華館魏明谷縣長在台灣農助文學館 跟臺文園區之後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我們的文台出版工程 那這個是在陳文斌局長任內策劃的 那今天我們舉辦這個新出發表會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本書 可以把我們對情條和日本時代 還有我們戰友 我們很多重要的作家 他們的生命的故事 還有他們文學去寫我們彰化的平原 還有路水培和我們開花一些地點 跟他透過這些記錄給他記錄下來 那這本書我們其實除了這本説以外 我們裡面也有附了一個影像CD 那這個是我們由陳南宏導演來拍攝 那同時這本書呢也是由靜宜大學 楊潔明教授 那他去邀請了我們有非常多 還有將近20位的那新生代理台灣文學研究者 那來記錄我們跟我們這些彰化重要的作家 吳聖老師、林亨泰老師、李洋老師 還有已經過世的不管是洪行夫 洪行夫、陳兆欣或是賴和 把他們的小命的故事下出來 那透過不同世代的對話 那他們這些 大家在寫的時候也有過這個過程 那也去重新認識我們彰化的這個土地 那也去能夠去跟這些作家 去找尋作家寫作的修策 還是我們市裡面寫的一些地點 那去看看我們彰化的一些土地的變化 那希望透過這本書 讓我們官民看完 我們可以除了看這些文學家的故事以外 那我們也可以去找尋這些作家的景點 地點 去思考我們要思考說 我們要活在什麼樣的時代 那去感受我們做個底下的這些農民跟勞工 那去思考我們要好好去守護 我們中華跟我們台灣自己的土地 那邀請大家做會來討這本書